你是现在穷途末路了 你给花钱的女人也看不上你 朋友朋友也是狐朋狗友 没谁搭理你 你现在寂寞冷了 所以你才派我回来找这个可怜的女人 你不要再祸害她了 我求求你了 画面中被图雷指着鼻子谩骂的男人名叫小元 由于他好吃懒做 结婚12年都靠前妻小赵养家糊口 并且还趁妻子怀孕期间 理直气壮的和别的女人大搞暧昧 所以图雷老师便忍不住在现场 对她进行了破口大骂 那么作恶如此多端的她 今天又为了什么来到这里呢 你们离婚有多久 一年 现在谁想复婚 我 离婚的原因是什么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我当时在大连打工 认识了她一年多 然后觉得她这人不错 我就和她结婚了 在民政局领证那天 工作人员就对她说 你把离婚证拿来才能办理结婚 当时我就特别生气 我就问她 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你结过婚 这个事你不能怨我啊 我怎么知道结婚还要拿离婚证 怎么能不怨你呢 再说了 当时我结婚了刚刚半年就离婚了 也没有什么小孩 也没有负担 刚一上场 小元的一番无耻发言 便不由地震惊了全场的众人 也气得小赵是连连发抖 毕竟在一定程度上 小元此举可谓是骗婚了 可于理不合的是 为何小赵明知前夫隐瞒了自己离婚的事实 她也表现得非常生气 可最后两人却结了婚呢 因为事情过了不久 我发现我怀孕两个多月了 不得不和她结婚 为了孩子嘛 结完婚以后 我发现她和别的女人搞暧昧关系 这才是什么暧昧关系啊 她经常背着我给那个女人打电话 我真的很生气 还发短气 我跟她没有什么关系的 怎么那就没有关系呢 我都跟你解释了 我这病也是叫你气出来的 听闻小赵的一番话后 众人不免为小赵当初仓促的决定感到可惜 毕竟打从一开始小赵知晓小元骗她的事情是 小赵就应该决绝地离开这个无耻的男人 而不是为了孩子一人再人 让小赵有背叛她的机会 然而若说那只是小元年少轻狂时犯下的错误就算了 而接下来 小赵的一番爆料 则是直接揭开了她虚伪的面容 虽说今天是小元主动想要求的前妻复婚 但是她做的事情 却没有一丝真心悔改之意 毕竟来求复合 还敢在妻子眼皮子底下和化妆师眉来眼去的男人真不多 而面对这样虚伪的前妇 小赵更是后悔不已 可世上并没有后悔要 若是有机会 相信小赵一定会选择放过自己放过孩子 而不是像现在一样 为了孩子忍受她12年如窝囊废一般的行为 然而对此 小元却觉得都是妻子猜测过多导致的误会 于是主持人便忍不住主动询问起了她与那位女士的事情 说说那女士好吧 说说你那朋友 那朋友她没结婚 只是我们经常就是偶尔在一起出去喝酒 你都不给家里交钱不管老婆和女儿你跟别的女儿出去喝酒 这个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大事 和一个朋友出现之间出去喝酒玩一玩很正常是 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小元的那位朋友明知她已成家 还频繁地跟她出去喝酒玩乐 只能说这两位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但小元却依旧将这也不是什么大事挂在嘴边 这不禁说明在她的心里 妻子和孩子都排不上位置 喝酒找乐子才是第一位 有时候跟她说说清楚了 她老是老是 她指的你跟那个有暧昧关系的同事是指什么人 我的一个朋友 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的 我都跟她解释很多次了 怎么都没有关系呢 你和她没来也去的 经常发短信打电话 还背着我 你看过她的短信吗 没有她不让我看 她都给删掉了 这样的日子你们过了多久 12年吧 12年一个女人究竟会有几个12年能够这么让人蹉跎呢 那么小元整天无所事事 她平常的花销又是从谁的口袋里出呢 而她又是否对妻儿负过一丁点责任呢 她从跟我结婚到现在没有一份正经的工作 我不是干过几次工作吗 你干过什么工作呀 我头几年不打过几次零工吗 你打过零工挣了钱拿回家了吗 我都没看到 那不是抽烟喝酒了 抽烟喝酒那叫事吗 你不叫胡朋友偶有就不错了 这12年你的意思是你一个人在养家是吗 对 不是这样的说话 我偶尔也挣一点钱 偶尔挣挥一点钱 对对对 那这12年你在干嘛呢 我这12年也在忙啊 面对主持人的质问 小元一直支支吾吾的 根本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而她面对这样的询问 最后竟然还有脸用一个盲子盖过所有 真是让人不迟 可是观众的眼睛都是血亮的 她究竟是忙着赚钱养家 还是忙着跟其他女人喝酒搞暧昧 大家也早已心知肚明 不过小赵接下来的一番控诉 则更让人恼怒小元 孩子那个放暑假的时候 我领他回山东老家 孩子突然发高烧了 我就打电话给他 我说村里没有什么好大夫 你能不能带我孩子回到大连来 给孩子看一看 他怎么说的 他说没有时间 这事你怎么骗我呢 我当时我不是确实没有时间吗 你怎么可能没有时间呢 我不当时给朋友怎么样提心吗 提心重要还是还是重要 师傅我不跟你承认错误了吗 你在孩子眼前做过一天负心的责任吗 就如小赵所说 自己的亲生骨肉竟比不上朋友 这可真是天大的笑话 而面对小赵的百般指责 小元却礼不直气还壮 因为他嘴上虽然说着事后 也给小赵道歉认错了 但他的语气如此强硬 又那是道歉的态度 我们也不难想象 小赵平时的生活究竟过得有多难 于是面对一个毫无责任心的丈夫 小赵也不再心软 他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婚 带着孩子逃离这个充满争吵的家 可小元又怎么会甘心放弃小赵这个摇钱术呢 离婚多久想复婚的 两个月 为什么呀 活不下去了 不是 我觉得我一个人在家的挺冷清的 我也想他对我挺好的 我就想复婚 你这一年有改变吗 这一年我早到正式工作了 一个月挣多少钱 将近四千块钱吧 接近四千块钱 你开销多少 五六千吧 听完小元的一番虚伪发言后 众人是一阵唏嘘 毕竟他连自己都养活不了 还须外界才能勉强够他吃喝玩乐 这不就是赤裸裸的表明 他离开了妻子之后生活不下去 想继续找个自动取款机 他的那番小心思 谁人不明呢 于是被当众揭露自己小心思的小元 脸色便越发铁青 说话声也越来越小 底气也愈加不足 仿佛刚刚那个恨不得把房顶掀翻 极力为自己辩解的人不是他一样 而嘉宾们看到他这副德行 顿时按捺不住内心的怒火 忍不住对小元发起攻击 你当年隐瞒离婚史 这很不坦荡 所以此刻我希望我们坦诚的交流 你能把手放在胸口 告诉我 你和那个女的真的没有一点关系 没有关系 袁先生我们都是男人 而且也都是有社会阅历成熟的男人 我非常明白 你和那个女的暧昧关系 肯定有 我们现在有一些男的 老婆一怀孕 老公就失足 我们人都有良心 他在为你怀着孩子 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还到外面去搞暧昧 那真的 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正如于老师们所说的那样 小元确实很不谈当 他当年不像小赵坦白自己的婚事 就是为了能骗到一个人跟他结婚 而现在他摸着自己的良心 都可以做到面不改色的说假话 可想而知 他早已撒谎成性 但是厚脸皮的小元 却依旧对此发言不为所动 于是与老师便对起 气不打一处来的当场训斥了他 你们既然说这么爱孩子 都是为了孩子想复婚 但是以前呢 都当着孩子的面 该吵就吵 如果一个家里 有一位整日游手好闲 只知道玩乐的父亲 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 根本就不算是件好事 而父母整日争吵 其实伤害最深的也是孩子 可是女人的心总是软的 面对丈夫的百般恳求 小赵显得是左右为难 于是土蕾便忍不住 给他说了一些忠告 不要因为孩子而凑合在一块 那实在是更痛苦 他如果要是真的有悔改 复不复婚 根本没必要有这样的形式上的作为 隔些日子塞点钱到门缝里 是吧 没事去看看孩子买点东西 你都可以干吗 你跑这儿复婚干什么 你是现在穷途末路了 你给花钱的女人也看不上你 朋友朋友也是狐朋狗友 没谁搭理你 你现在寂寞冷了 所以才跑回来找这个可怜的女人 你不要再祸害她了 我求求你了 就这样吧 千万不能复婚 对于导师们的指责 小元始终不为所动 她依旧坚定自己复婚的想法 还在台上假惺惺的做出一些承诺 可就如图雷所说 强硬组建的家庭是不会幸福的 凑合过日子的日子是过不下去的 众人苦口婆心的劝说 那么小赵是否能听得进去 她会选择和小元复婚吗 好好原谅我 为了孩子我原谅你 以后我可以好好对这个家负责任的 那个女士 你是不是身体特别不好 对 你是不是在带孩子当中会有困难 有多个方法 必须非要这样一个男性 对 我看你好像行走 各方面都不太 不太方便 对 我当时生气气的 叫他气的 你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 最终小赵为了孩子之后能有所依靠 他选择了复婚 他担心若自己哪天遭遇不测 孩子就会流落街头 小赵是一个伟大的母亲 他一直在为孩子而做出让步 牺牲自己的幸福 但他没想过的是 丈夫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 即便复婚 小元之后还是会像之前那样不管不顾 因为他没有道德底线 更没有任何责任心 恐怕以后的生活只会更加的困难 希望孩子能够早日懂事 带着母亲脱离苦海 最后我想说 结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各位女孩一定要擦亮双眼 不要被一些所谓的承诺蒙蔽双眼 动动嘴皮子的俏皮话 谁不会说呢 说到做到才是真本事 一定要清醒一些 千万不要在不值得的人身上浪费时间 更不要为了孩子甘愿牺牲自己 拿得起放得下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并不一定要跟别人绑子一块 过不快乐的生活 那么看完本期视频的你 对于这段不被看好的婚姻 又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积极互动留言啊 感谢观看